天父上帝主我们满清感谢神 主谢谢神祢给我们两场的一天 主我们有生命气息 弟兄姐妹们都平安 看顾慕隆现在在线上 主求祢保守他 今天在路上常常听人说 马路如乎口 主求祢看顾他 让他有安全专心 赐给他好的生意 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知道晓得神与他同在 神祢看顾他的天父 主我们也求祢看顾赵德 在饭店休息 主求祢继续保守他 在那边有好的得到好的照顾 主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一节经文 主我们求神祢自己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神祢的话语 来学习怎么想 学习怎么做 学习怎么感觉 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 主求祢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开始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一点西伯来文 一点希腊文 所以这西伯来文跟希腊文都是什么呢 都是名字 名字 特别其中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以色列 以色列好像我们讲过去我们上周跟着昨天 就一直在讲去以色列 以色列什么样子 我们经常用这个名词叫以色列对吗 以色列 不过可能我们也没有想过 到底以色列这个原文到底指的是什么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的 我们来看一看 待会来看一看 到底拿丹叶这个名字 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以色列为什么神要给雅各改名 所以改名是一定很大件的事情 雅各这个名字为什么要改呢 到底神改这个名的用意是什么 改了名这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到底它的意思又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来看 我们主今天在第47节里头 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回应 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就今天来先读吧 跟平时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 46节的上半段才来读47节 因为这跟上文有关系 所以拿丹叶对谁说呢 拿丹叶对费利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 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你记得这是我们昨天所看的经文 耶稣看见了拿丹叶来 就指着拿丹叶说 你看耶稣指着拿丹叶说什么呢 耶稣说看啊这是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 所以首先可能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回到这个拿丹叶 为什么拿丹叶会说拿撒勒 出什么好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 社会有阶层 社会有阶层 所以你觉得很讽刺 犹太人看彼此是有分别的 犹太人不是看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平起平坐的 假如是这样的话 圣经不会一直教导我们 鼓励我们 不要知高知大 要帮助眷顾靠近那些软弱的人 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呢 有分阶层的 上流社会跟下流社会 上流社会跟下流社会 所以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 可能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当时说什么呢 我们当时说 这是以色列 比如这是以色列 这是加利利海 这是死海 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说呢 他们说其实我们以色列人有上流人 上流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上流人就是犹太人 犹大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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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Judah 我是犹大地的人 特别我主 假如我住在耶路撒冷 我告诉你 我很了不起 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是很不一样的 跟你们别的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也是这样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我在某个国家 我住在这个大城市 虽然我是个这个国家的国民 不过对不起 因为我住在这个大城市 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你是乡下来的 我是在这个大城市里头长大的 我的户口就在这个大城市里头 我的孩子们在这个大城市里头念书就业等等 所以你看到这社会有阶层 不过这个不是一个摩登人的问题 为什么拿丹叶会这么样的来控告耶稣呢 因为拿丹叶他自己是个迦南人 从圣经我们看到拿丹叶是个迦南人 不过拿丹叶这个迦南是什么地方呢 迦南是迦利利这个地方 是北方 所以你可以说当时的人 看北方人为下等人 看南方人为上等人 所以南方人是看不起迦利利人的 所以当时就是这样 南方人看不起迦利利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迦利利人没有学问 迦利利人没有出太多好的东西 那些知识分子宗教领袖都在哪里 都在耶路撒冷犹大地 不过你会问这样不对啊 拿丹叶他是迦利利人 耶稣也是迦利利人 这样为什么拿丹叶还看不起迦利利人呢 因为在这个北方里头 还有分上等人跟下等人 可能你会吓到 在这个迦利利里面 还有分上等人跟下等人 所以从拿丹叶的这句话里头 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拿丹叶是个迦南人 而耶稣是个拿撒勒人 换句话说 这个迦南人 在说什么呢 我们这些迦南人 出好的东西 可以出好的东西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迦南人可以出好的东西 不过拿撒勒 拿撒勒这个地方 能出什么好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吗 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 不只是整个巴勒斯坦 让我们看到南部 南方人是上等人 北方人是下等人 甚至在这北方里头 也分上等人跟下等人 在这句话里头就让我们看到 所以不过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每次在福音书里头 在福音书里头 他们是怎么介绍耶稣的 他们都是介绍耶稣为拿撒勒人 耶稣 他们没有这样介绍耶稣 这位伯利恒人 耶稣 严格的来说 耶稣可以这样的来形容的 不过没有人这样形容 为什么 伯利恒是犹大地的一个城市 而且伯利恒是大魏王的家乡 不过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 福音书一直在介绍耶稣为那拿撒勒人 所以假如你要明白耶稣这样的多悲 你就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来看 耶稣他有这个执照 他有这个身份在上流社会的 因为他是伯利恒人 不过他选择没有住在犹大地 没有住在伯利恒 没有住在耶路撒冷 他来到下流社会住在加利利 他的事工的总部也在那里 不但如此 在这加利利里头也分上跟下 上流社会的迦南 耶稣没有选那里 耶稣竟然选在一个 加利利的下流社会的一个小城市 小镇叫做拿撒的 这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降卑到这个地步 所以在之前我们过去的十周 我们会竟然说这约翰非常谦卑 不过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 耶稣比约翰谦卑了千万倍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明白走进耶稣的世代的时候 两千年前的世界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 耶稣竟然选择一个下流社会中的 下流的小镇 下等人的小镇 在那个地方竟然成为那里的人 使到以后接下来福音书 称耶稣的时候 都是怎么称呢 称耶稣为拿撒的论耶稣 不过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迦南人 这样的一个藐视你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 不过我在想我自己 假如有一个人这样讲我 比如我住在新加坡 人家这样讲 新加坡能出什么好东西 请问你们有什么感受 其实你的感受会很不好对吗 会很不高兴 你开什么玩笑 为什么你这样讲新加坡人 或者你为什么这样讲台湾人 或者你为什么这样讲马来西人 中国人 为什么你这样讲 其实你们很好 你们怎么样 什么人很厉害吗 你讲我们的罪人 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 不过你看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看到拿撒叶的时候 耶稣知道拿撒叶讲了这句话 不过耶稣怎么看拿撒叶 你看耶稣说 看啊 这是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所以这句话是一句什么呢 一句称赞人的话 待会我们就得来学这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的环境里头呢 经常有人会说得罪我们的话 当他们说得罪我们的话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的反应就是我跟你干啊 我跟你吵架 我跟你fight 不过当你看耶稣的时候 耶稣让你和我看到 他的反应呢 他的做法就是你和我要学习的模样 一天人家来指责你 甚至藐视你 甚至看不起你 讲一些很讽刺的话 那个时候你要怎样呢 记得耶稣 待会我们来继续思想 记得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不过刚才我说过了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学两个西伯来文的名字 两个 一个我们比较少用 叫做拿丹叶 另外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 叫做以色列 不过当我们在看这两个名字的时候 我想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荧光幕的时候 我要做一点彩色 你们注意一下 当我在这里的时候 你发现这边为什么是和这里是一样的 这个是拿丹叶的西伯来文字 这个是以色列的西伯来文字 不过你发现这个小框框里头 它里头呢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神 基伯来文字的神 这个字神 所以你会说 这样为什么这两个都有神呢 因为 因为这两个的 这个神的字这个面 之前呢 是一个动词 打个比方 当我们看拿丹叶的时候 它的动词是什么呢 它动词是拿探 拿探 是这样写的 是什么呢 是给的意思 给的意思 所以你说 我明白了 是神给 神给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 当我是拿丹叶的父亲的话 我生了拿丹叶 我太太怀了拿丹叶的时候 我给拿丹叶取名字 取什么名字呢 好 我就取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 神把这个孩子给了我们 所以叫做拿丹叶 拿丹叶 我们的教会 我没有错的话 伟明弟兄 他的二儿子的名字 就是拿丹叶了 所以我不晓得 当神给了拿丹叶给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想到 这个儿子是神给我的 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拿丹叶 拿丹叶 然后这样我们来认识一下 你说 很好 这个名字拿丹叶很好 这样以色列呢 以色列又是跟神有什么关系 跟什么什么关系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 所以以色列在这个字的前面 是什么呢 这个字就是神 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 好 我写在这里 比较难 叫做Sharah Sharah 对不起 Sharah 写得不好 我再来 实在不好意思 叫做Sharah Sharah Sharah Sharah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你想要给哦 现在可能你会想 应该是 应该是很好的名字吧 很好的意思 这是一个动词啊 这是一个verb 它是一个动词 它动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是打的意思 打架的打 打架的打 所以在旧约里头 然后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假如你看 旧约的时候 这就是在创世纪32章28节 神给雅各换名字 换成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与神打架的人 叫力啊 就是Sharah Sharah 这是打架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甚至这样的翻译 那人说 那人说你的名字 不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打架 都得胜了 打架都得胜 所以在这里呢 不是鼓励我们啊 不是鼓励我们说 我们要跟神 神喜乐我们跟他杠 跟他吵架 不是的 但你看这个32章的时候 32章的上文告诉我们说 雅各来到危难的时候呢 他抱住神啊 他不放神 他跟神摔跤 他恳求神说 你不可以离开我 你离开我 我就死定了 明天呢 以少就要把我杀了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打架的观念 那个观念是正面的 告诉我们说 雅各呢 打死不放 打死不放神 打死不放神 所以假如你读原文的话 我们这是 创世纪32章28节 是从这里开始读啊 这里开始读 所以这里说 他说 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了 叫什么呢 从今以后你的名字 叫做丁丁丁丁 以色列 所以听众姐妹们 你注意啊 你看这个字呢 这个字就是在这里啦 你看到这个字吗 这个字呢 就在这里 所以当你读原文的时候 是很有趣的啊 你发现 哦原文就很清楚啊 哦 你看 原文是 伊斯莱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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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 沙这个字 沙利他 因 所以因为他 他以神 打架 他以神 摔跤 他抱住神 他不放神 所以神就给他这个名字 从今以后呢 你不像雅各 以前的雅各呢 是一个怎么样的雅各 以前的雅各 是一个有诡诈的雅各 我们都知道 很厉害 撒谎的人是谁呢 就约 可能数一数二 最厉害撒谎的人 就是雅各 不过现在的雅各 他改变了 他悔改了 他信主了 他重生了 所以神给他一个名字 一个重生的人 是一个抱住主 不放的人 因为我们的主 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我们唯一的盼望 所以回到耶稣的身上 你发现 耶稣做了一件 很奇妙的事情 耶稣 没有用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当然有人 对我们这样讲话 哇 你们什么新加坡啊 中国啊 台湾啊 能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血气就来了 我们就想跟他吵架 不过你看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竟然 竟然称赞他说 这个呢 是一个以色列人 他想起什么呢 当时的雅各 他不是雅各 他是真的一个 以色列人 真的像雅各 信了主过后的那个雅各 那个信了主过后的雅各 是一个怎么样雅各呢 是一个没有诡诈的雅各 没有诡诈 是一个成成实实 一个新人的一个雅各 旧人是有诡诈的 不过新人是没有诡诈的 所以这是耶稣称赞 拿丹叶的话 所以你会说 哇 这件事情啊 只有耶稣才办得到 我不能的 我不能的 人家这样讲我 我就跟他吵架了 不要想我去 还说这种称赞他的话 不过其实 这不是耶稣想要 他做而已 耶稣也想我们做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只当你看这 菲利比书四章八节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主呢 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要我们 当我们在这种环境的时候 人家说讽刺的话 人家说难听的话 甚至人家说 那些让你难过的话的时候呢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的反应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说 神啊 你要帮助我想 神你要帮助我做对的事情 神因为我知道 当我想对的时候 当我做对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对了 我的感觉就对了 所以丁杰伦我要说的是 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 圣经很注重我们想的对 当我们想的对的时候 我们会做的对 当我们做的对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的对 感觉的对 所以你说怎么想呢 汉阳传道怎么想呢 其实圣经对我们好 神知道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想 不过神在菲利比书四章八节 教我们怎么想 祂说当你看 把你自己放在耶稣的情况 拿丹叶说了这么讽刺 说了这么让人很难过的话的时候 你看耶稣想到什么呢 耶稣想到什么是真的 真的事情是这拿丹叶他很老实 他有话直说 这是好事 在他里面没有诡诈 什么是可敬的呢 这拿丹叶他不像法利赛人 虚假假猩猩 做一套想一套 不是的 这拿丹叶他想什么 他就做出来 这是可敬的 我佩服他 这拿丹叶他不是在讲骗话 他可以做什么呢 菲利来找拿丹叶的时候 他可以在里头心里 假假 心里说拿撒勒什么好东西 不过嘴巴说什么呢 嘴巴说 是吗 这个拉比我好想见他 拿丹叶也没有这样做 拿丹叶的心是清洁的 在耶稣的眼中 这个拿丹叶在人的眼中不可爱 不过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到这个拿丹叶的可爱 过后我们在 接下来这明天后天 你会发现 拿丹叶在金约教会里头 金约教里头 竟然说了给耶稣说了一句话 是所有的门徒们都没有说过的 这句话可以算是套在耶稣身上 最尊贵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称呼了 所以这是明天后天我们要来看的 所以耶稣看到什么呢 这个人他很可爱的 因为他的想法呢 是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假惺惺的人在一起过 假假的人很难生活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说这句话呢 是真的呢还是假的 你不知道的 而每句话都听起来都很好听 不过你不知道 不过耶稣看到这样拿丹叶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可能从肉体来看 这个人不可爱 哎呦讲这种话很难听 不过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 这种人跟他做朋友 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丹叶在什么呢 在以色列名当中 他应该是有美名的 应该是有好德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的性格的人呢 他黑是黑白就是白 他不会什么呢 他不会在当中 在人的当中呢 做一个很虚假的人 所以耶稣就选择最后一件事情 他选择称赞 他选择称赞 不过当耶稣选择这样想的时候 你发现他做了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他称赞的拿丹叶 他称赞的拿丹叶 所以兄姐妹们 我们主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会有人来讽刺我们 来酸 来嘲笑我们 甚至来毁谤我们 不过当我们的环境改变的时候 神要我们把想法 放在这些不同的事情上 我们这要学的 这个来的不自然 这是超然的事情 当我把想法 放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 神要我们去把这些想法做出来 像耶稣一样 去称赞这拿丹叶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这里有个应许给你 神给你和我一个应许 祂的平安要与我们同在 所以兄姐妹们 假如你的人生里头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想鼓励大家 去尝试去经历 以前我们的做法都是 人家讲对我 我就跟他用血气 跟他吵架 不过现在我改变了 我有一位主 我要效法他的模样 我的主教导我 菲利比书四章八节九节 我要学习的把这些事情 想这些方面的事情 我要学习去做 这些方面的事情 过后主答应我 我的生活很有平安的 我的生活很有平安的 你要来搅扰我 不容易搅扰我的 我不是说我 我是说这样的一个人 你要来搅扰这样的一个人 你不容易来打动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很稳的人 因为他在主耶稣里面呢 他有很大很大的平安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 所以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我们的主身上 得到一个美好的鼓励 当我们的主被人讽刺的时候 这个下流社会 下等社会还可以出什么东西 拿撒勒你听过这个证吗 有什么好东西吗 不过我们的主呢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的主选择称赞 称赞这位以色列人 因为我们主看到 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一天我们去见主的面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对吗 我们也希望说 看到那位弟兄 看到那位姐妹呢 这是个真基督徒 他的心里呢 没有诡诈 没有诡诈 好 我们停顿一会儿 请问弟兄姐妹们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请修卿姐妹吧 记得为我们做一个 简短的祷告就好 不要压力 好了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让我们每天都跟汉娘传道 播出宝贵的时间 来为我们传讲 约翰福音第一章 虽然是每天是一节 可是我们都能 学习到很多的信息 还有语文 希腊文 也感谢主 让汉娘传道 有平安健康的身体 每位弟兄姐妹 也有平安健康的身体 也感谢主 让我们能学到 很多的信息 将祷告 祷告 祈求 奉主耶稣 我们明求 Amen Amen Amen